你知道吗,美国政府欠了很多人的钱 而你如果能帮助这些人 从美国政府那边把钱给他们找回来 那么你能够分到30%到40%的佣金 大家好,我是黄永明 我在美国休斯敦向您问好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 美国房地产领域的一个显为人知的操作 这个操作应该说也是非常聪明 那在谈这个操作之前 我首先要介绍一个基本概念 这概念就叫做tax lien 什么是tax lien呢 大家知道美国的房子是有房产税的 那这个房产税大家想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欠了房产税会发生什么 这个政府会在你的房产上加一个负担 这个负担我们叫做lien 留置权 lien本身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那么当你欠了税以后就是tax lien 那有了这个负担以后 你的房子就没有正常的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 于是呢 你需要去偿还你的债务 你的房子才能够正常的去销售 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仍然比方说张三吧 他欠了房产税 他仍然没有去还他的债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政府会把他的房产拿去拍卖 当然这个拍卖呢 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去拍这个tax lien 一种呢 是直接拍你这个房产的所有权 这个细节不关 这个细节不重要 对于今天咱们的问题来讲 他总之呢 这种拍卖统一都叫做tax 就是欠了房产税所产生的一个拍卖的一个行为 好 那在这个拍卖的拍卖的活动当中 出现的下一个问题 大家沿着这个思路这个逻辑去考虑啊 假设说张三他欠了政府5000美元的税 政府把他房子拿去拍卖了 成交价呢 拍到了5万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出现了一个叫做access proceeds 超额收益 也就是有45000美元的超额收益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这个超额收益是属于谁的 答案是他不属于政府 很多人认为他是属于政府的 不是 对于政府来讲 他只有权利拿走那5000美元的欠了他的这个债 那剩下的45000是属于谁的呢 那45000是属于张三的 虽然我现在这样两句话跟你这么一讲啊 你觉得非常的清楚明白 但是在现实当中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你如果去问美国人说 假设说这个 tax sale当中出现了超额收益 那他属于谁的呢 美国人会非常模糊这样的一个问题 十有八九的人是不知道的 并不知道他属于原先的这个屋主 所以呢也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这个原先的屋主他并不会去政府那边去claim这笔钱 他并不会去要这笔钱 话说回来 即便他去要这笔钱 他可能也没有接到政府的一个通知 也就是说原先比方说张三住在这个房子里 然后他的房子被拍卖了 最后他都被他都搬走了 对吧 他都搬走了 政府那边记录的张三他的地址呢 还是原先的地址 政府这个时候给他通知说这边有一笔钱 你需要来领 那张三能收到这个信吗 很可能是收不到的 所以张三也就无从得知他有一笔钱要去领 而且像前面说的 首先他就意识不到这个事情 他想象不到啊 有超额收益 而且你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对于处在那个处境当中的人来讲 他已经可能生活当中已经各种负担 他已经没有那个脑力 还会去考虑的啊 这个拍卖以后还会有一个超额收益 那这个超额收益属于谁的 对吧 因为咱们是按照我的思路 咱们这样理着说的 就好像显得他非常清晰 但是你真正置身那个事情当中的人来讲 对于他来说 他生活当中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要去处理 你想房子都没了 他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 他想象不到那个事情 那他又搬走了 政府通知他又通知不到 这个时候 他是不知道自己在政府那边有一笔钱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去联系到张三 告诉张三说 你好 政府那边有一笔钱 现在呢 你可以去领 我帮你领 我领回来以后呢 咱们来分这笔钱好不好 你看这个话是不是特别像诈骗呀 是有点像 但是啊 这个是千真万确 这个话是一点没有错的 政府那边真的就有张三的一笔钱 那美国这边的操作就是 如果你能够把张三这笔钱给拿过来的话 那么张三呢 他一般来讲会分你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像刚才咱们说的 如果是四万五的超额收益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也有几万块呢 对吧 这个费用还是蛮高的 这个叫做Finder's Fee Finder 就是找着东西的那个人 Finder's Fee 那么接下来 你可能要问那个问题 就是 那你怎么知道政府欠了谁的钱呢 非常简单 这个叫做Public Records 就是公开信息 当然这公开信息不代表说 你就会非常轻易的在网上就能够查到 对于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美国不同的线来讲的话呢 有些线它确实是在线去更新这个列表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线是不在线更新的 没有关系 它不更新的话呢 我可以联系它 大家看到我手上拿到的这些信封了没有 这些呢 就是我去联系的美国各个线 要求他们向我做一个信息公开 也就是说你过去一年 或者是一年半或者是两年 你要给他一个时间期限 在这个当中 你有哪些手上这个access process是没有被领走的 你给我一个列表 这是我给他们通过邮件 传真或者是信件的方式呢 跟他们要的 然后呢 他们就会给我回复 那么这个回复呢 应该说是五花八门的 我们随便打开几个来看一下 像这个 他给我回复的就是 我们呢 检索这个是收费的 然后呢 并且把这个费用告诉我了 那这个呢 还不算是一个直接的拒绝啊 他只是说收费 然后呢 有一些呢 是会把列表给发过来的 我也收到过 把列表发过来的 这个呢 是告诉我什么 这个是把我的信给退回来了 然后告诉我说 你应该联系当地的法院去要这个列表 我联系的是County Clerk 他说你应该去联系District Clerk 就是他会告诉你一个正确的联系人 还有的呢 是会非常友好的 就把这个列表给你发过来 还有一些说 我没有这个信息 我不掌握这个信息 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态度 但是总的来讲 你并不需要每一单都做成 对吧 这个呢 是一个你可能要做很多个 但是呢 它的收益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一个生意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技巧 显为人知的美国房地产当中的一个大家去赚钱的方式 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我会经常来跟大家做分享 你可以留言向我提问 今天呢 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